美国还是向中国电池低头了 就在前两天 美国财政部主动把自家的电动汽车补贴要求放宽了 说是到2027年之前 允许新能源汽车用上中国生产的电池零部件 多新鲜哪 老美竟然主动接纳中国电池零部件 要知道 老美为了扶持本土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疯狂打压中国电池零部件 现在为啥还要用中国的零部件呢 答案很简单 因为再不用中国零部件 美国汽车行业就要全军覆没了 早在2022年时 美国政府就想通过杂钱补贴发展本土电动汽车产业 可在那时候 世界各国家发展电动车其实很难绕过中国 特别是电车里的核心动力电池 2022年时 全球前10家动力电池企业 中国就占了6家 更别说 中国拥有庞大的动力电池加工生产技术 工艺以及专利了 所以为了摆脱对中国动力电池的依赖 美国政府特地在补贴细则里加上了一点 要求新能源车中的动力电池 要有4成以上的环节 必须在美国以及美国本土生产 才能获得补贴 这个决定 仅只是用屁股想出来的 抛开全球质量最高 价格最低的产业链 美国那些汽车厂商 就得用更高的成本买零部件和建设配套厂了 那汽车行业还能搞起来吗 当然不能了 在这之后 美国电动车很快就崩了 传统造车三巨头 通用福特雪佛兰 基本上没啥优质的电动车产出 美国造车新势力在2020年时 还能与特斯拉硬拼 而到了2022年时 就基本离破产的差不多了 按道理来说 美国牺牲了电动车企业的利益 那整个电动车产业链 总会培养起来了吧 事实上恰好相反 因为电动车的配套零部件 也离不开中国 就拿美国寄予厚望的日韩电池来说 他们的很多电池零部件 都是进口中国的 比如石墨 全球100%的球形石墨 跟将近70%的合成石墨 都需要从中国进口 你说这让韩国 怎么摆脱中国的依赖呢 于是就有了很多名产面 美国要求不要使用 中国电池零部件 而韩国跑去替中国球形 说能不能把要求放宽一点 我们电池的生产制造 实在是离不开中国 是不是很魔幻呢 其实不只是电池 其他汽车零部件也是如此 美国本土产业链太辣垮了 不仅贵 而且效率慢 车企们为了能够尽快研发新车 全跑去墨西哥购买汽车零部件 为什么去墨西哥呢 因为中国汽车企业在这里 搭建了很大的电动车产业链 然后通过墨西哥 拐了个弯 再次卖给了美国 这让美国政府一场尴尬 何止钱花了 本土汽车品牌齐声了 钱还是让中国企业给挣走了 一气之下 他们又有了一个更骚的操作 2024年刚开年 他们就把补贴标准提高到极致 只要电动车里 包含一点点的 中国电池零部件和原材料 就无法享受到补贴 在他们看来 我把所有的路都给堵死了 你还能再翻天不成啊 结果仍算不如天算 中国电动车产业链的路还没堵死 消费者先把美国电动车给杀死了 因为这个政策一出 彻底地将中国电池等零部件排除在外 导致能享受到补贴的美国电动车车型少得可怜 据统计 美国本土在售的122款电动车中 只有13款符合补贴要求 像特斯拉的Model 3后驱版 Cypertruck全驱版 雪富兰 凯迪拉克 福特等电车车型 全都跟补贴无缘 这些可都是美国电车中最有实力的企业之一啊 连他们都被排除在外 那这补贴不是补了个寂寞吗 没有了补贴就意味着电动车没啥价格优势 再加上拉跨的零配件和充电装等 美国消费者可不就不买账了吗 今年第一季度 美国电动车销量增长仅有3.3% 对比去年的47%增量降了9成以上 可以说跌入谷底了 没有了市场 你电动车产业投入的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车企经销商都得完蛋 然后又有了个名场面 美国电动车经销商们 联合起来给美国领导人写了一封信 一顿喷呐 说电动车都卖不出去了 别再瞎搞电动车了 直接把美国电动车行业给搭行了 于是就有了这次开放中国电动车零部件限制的事了